話說天南地北 暢談心中疑問 歡迎收聽北極星說故事 我们就从胖横与兽哈的故事 来带进这个深夜鬼叛的鬼故事 这个人有聪明有笨有胖有兽 那当然士兵也一样 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两个兵 一个叫胖横一个叫兽哈 一胖一兽 让我非常的记忆深刻 因为这两个兵啊 就是从新训一起分发到单位来 一胖一兽一对宝贝 那但是呢 这个胖横乐观进取 就拿着一本英文字典 背啊背啊背单字 我问他说 胖横啊你这么拼命的念英文你要干嘛 他说没有跟你讲 报应让我退伍考这个托福 我要考过托福 我要出国念书 所以很有志气 每天都很阳光 每天都在念书 另外兽哈总是垂头上气 没事总是拿着一本农名利啊 然后看今天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 总是说自己 我时间不够了 这个在军中当兵浪费时间 我的时间不够了 我好日子不多了 这两个胖横与兽哈 简直就是一震一反 两个说也奇怪 一个拿着英文字典在背 一个没事拿农名利啊 在一个地方研究 可是这两个人的感情 好的不得了 吃饭一起 上哨一起 休假一起 哎呀连上厕所都在一起 所以两个人感情相当好 其实我想一想也不错 在军中哦如果有两个人 他们的感情很好 不会产生这个孤独或者是自闭 那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那你们两个就反正有什么事 记得 谁有困难谁就来跟营长讲 不要一个人在那边钻牛角尖 哦 那突然间 有一次举光日结束以后啊 这个胖亨这个胖子 胖哼跑过来 抱抱跟你讲 包音长不得了不得了 我说什么事啊 包音长我跟你讲 那个兽哈啊 在哭啊 我说你不是他好朋友 不是他骂吉吗 他哭什么安慰他一下 哎呀他说包音长没办法 这次我没办法 这次可能要长官你们出来 来来帮忙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劝他 我说干嘛了 他说包音长 我把他帶來 你跟他談一談 我心想好啊 這個獸哈又在幹什麼 胖亨反應的應該不會假的吧 他一來我說 欸 獸哈 你在幹什麼啊 又哭什麼 大男生哭什麼 他說 唉 報應張 我啊 活不到退伍了 我活不到退伍了 我可能齁 在退伍中就會掛掉 我一心這還得了 死在營上或死在我單位裡面 那我還得了 我說 欸 說清楚 說清楚 什麼叫你活不久了 什麼叫你活不久了 他就告訴我 唉 報應張 我跟你講 嘖 我上禮拜啊 到廟裡面去拜拜 碰到這個廟柱 他一口就叫住我 他說 欸 欸 你過來 你過來 這個 你在當兵吧 對對對 我在當兵 唉 他說 小伙子啊 你會有雪光之災 你七天之內必有雪光之災 這個 你真的要注意 要小心 這個靶場不要上 危險的勤務不要出 反正你注意 你一定會有雪光之災 小者啊 受傷 重者 喪命 這個你要多注意 哇 所以這個獸哈心意想 這還得了啊 那我不死定啊 然後他這個禮拜打開農民裡一看 不得了 1到5 欸 不是小胸就大胸 反正沒有急就對了 這5天都很慘 我就跟他講 我看他這麼難過 我說 欸 獸哈 拜託拜託 你不要這麼笨好不好 我說那個廟裡面的這個廟住 叫住你 希望你給他開個孕 點個光明燈 就是要你花點錢 然後讓你就是避開這個厄運 所以你不要這麼難過 那我其實我不是不信邪 因為 我要輔導他 我總不能跟他說 哎呀 你要注意啊 雪光不能這樣講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藉口 那想不到這個獸哈說什麼 這個獸哈他並沒有領情啊 他說 欸 報告那個長官啊 又不是你是當事人 我 是我會死欸 又不是你會死 你當然不擔心啊 欸 如果真的掛了怎麼辦 如果真的掛了怎麼辦 那我想一想 唉 我說獸哈 我跟你講喔 你如果 這麼擔心的話 我說來 我送你一個禮物 保證 這個禮物 會保你平安 這個獸哈說什麼 報應長 你要給我什麼 那我就 過年的時候 有我們做這個拜拜 有些童元寶 童元寶給他 我說 欸 來 這個給你 你把它 放在口袋裡 他可以保你平安 這個時候 獸哈說 這這這什麼啊 他說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給我這個什麼用 你給我這個什麼用 我說 欸欸欸 這有典故的 獸科 我講完故事給你聽 他說 報應長 你要講什麼故事 我說你要不要聽嗎 我講完故事給你 他說好啊好啊 我說我講完故事給你 給你聽之後 你這個元寶 我保證你不會還給我 你會放在口袋裡 放得緊緊 唉 他 你講我聽聽看好了 我就開始講故事 這一胖一坐在我這個營長室裡面 我就講起故事 我說古時候啊 世間萬物皆下品 思良唯有讀書高 這個名言 你們聽過了沒有 這個胖亨星一想 報告我聽過 我聽過 讀過書嘛 那這個獸子 這個獸不拉雞 這個獸皮猴就說 你在講什麼啊 我更想去死啦 你要跟我說教 我更想去死 我說欸 先別死 我還沒講完 我說 古代想要出人頭地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進京趕考 這可聽過吧 這我有看過連續劇 古裝劇我有看過 進京趕考 對進京趕考有分為同事 鄉事 會事跟電視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通過小的考試 你才會具備進京趕考的機會 如果你沒有通過 這個鄉事 或者是同事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進京趕考 他說報告營長 進京趕考 跟我要去死有什麼 我說你別急 聽我講完 聽我講完 以前只要通過了鄉事 鄉裡面就會 發給 通過考試的人 20枚銀元寶 讓你進京趕考 當成盤纏 一個人20枚 那20枚夠不夠呢 絕對不夠 所以大部分的這些窮書生 拿到這20枚元寶 一個大概是一兩 一個大概一兩種 拿到這個窮元寶 他就會把它收起來 窮書生都沒有錢 在沒有辦法 這個考中狀元之前 都是窮書生 沒有錢 所以他就說 錢先收起來 所以幾個 幾個這個窮書生 就集在一起 大家揪一下 一起上進京趕考 為什麼 如果一個人去 他路上 遇到了這個強盜 會被搶劫 所以幾個書生 就講好了 一起結伴 用走的 慢慢走 走到這個 進京 京城去趕考 那沿路上呢 也不敢住飯店 沒有錢住 沒有錢住客棧 那怎麼辦 就睡這個廟 就在廟裡面 化園 睡在廟裡面 那有一天呢 童書生叫劉仇 他就是這一群 進京趕考 結伴 進京趕考 的其中之一 那他的成績 特別好 因為他讀書 特別的用功 苦讀了十年 終於過了會試 要進京去趕考了 這時候他就跟著他 這一群朋友 就睡在廟裡面 睡在廟裡面 突然間這一天 他們在廟裡面 睡覺 晚上就用這個油燈 點著油燈 在複習功課的時候 突然間 門口走來了一個半仙 什麼叫半仙 鐵口直斷 算命的 這個半仙就跟他講說 欸 書生啊 看你一臉白淨 但是你滿臉濁氣 看樣子 你不必進京趕考 你不用進京趕考 為什麼不用進京趕考呢 他說啊 你還來不及考試 你就會死了 你的壽命 你的陽壽剩七天 你的陽壽剩七天 我給你一個 誠摯的建議 別考試了 現在馬上往回走 你現在走回家 差不多就是六七天 你還可以死在家裡 不會客死異鄉 如果你真的要去京城裡趕考 我告訴你 你可能還沒考試 你就 客死異鄉 這個 我 醜話講在前面 我相信你一定不服氣 可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七天沒死 如果你七天沒死 我講的不準 你們這一群窮書生 回到這個廟裡面拆我的台 我的算命台讓你拆 我講了這麼久 我鐵口直段還沒有不準 你這一臉衰相 滿臉濁氣 七天之內 必定失去生命 你的陽獸已盡 你快回去吧 這時候這個 這個劉仇就講 他說算命先生 你講得這麼悲慘 有沒有東西可以解 我念了十年的書了 我念了十年的書了 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我這個死結 我總有權利問問看 既然你鐵口直段這麼準 給我一條深路吧 告訴我怎麼樣可以活下去 這個算命先生說 深路倒是有 我倒是有解方 但是我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那劉仇說 只要能夠讓我活啊 我什麼都幹啊 你跟我講吧 他說 好吧我告訴你 在你這個七天陽獸之內 記得一件事 廣積陰德 但是你積的這個陰德啊 要夠大 如果不夠大 小得小會啊 恐怕來不及救你 不過我看你也來不及了啦 這七天你能做什麼好事 能積什麼大陰德 你還是趕快回家吧 回家等死 別克死一槍 他考生就說 這個劉仇啊 我看你還是 好死不如賴活著 就算死也要死在家裡面 你趕快回家吧 就勸他回去 那這個時候呢 只有流仇的一個哥們 范瞳 他說 哎哥們啊 我 我聽了我很難過 其實我本來不想進京趕考 我是陪你才來的 我功課也沒你好 我書也沒有念完 我就是陪著你 一起來進京趕考 但是呢 我看到你這樣子我也難過 我也不能勸你不要回去 他說這樣子 這個 我這個包袱裡面 20枚關營 20輛銀子 我說都給你了 我都給你了 這樣子 我的20輛銀子給你 你可以包一部 包一部馬車 舒舒服服的趕快回家 不要再拖了 他說兄弟我只能這樣幫你 所以這個范瞳啊 他這個好兄弟 就把20個銀兩 全部給他了 全部送給 全部送給這個劉仇了 劉仇拿著20輛銀元寶 心中是百感交集 唉他說 到快死了才知道 原來這麼一群狐群狗黨 只有一個是好朋友 然後這個劉仇也跟他講說 他說兄弟你放心 你的心運就是要進京趕考 我雖然資質不高 但是我會幫你完成心願 我一樣會去考完 但是我是考不上的 我只會幫你把這個事考完 但是我考不上的 那兄弟你就趕快回家去吧 真的不要客死異鄉 這劉仇拿了20個元寶 就低了頭說 好吧就告別的兄弟 告別的算命先生 就走了 那他第一個要度過江 要過江 過江以後才能 才能夠去叫馬車 他叫了一個這個 一夜青舟 一夜青舟就跟這個 船家講 船家 我要回家去了 過了江 經過一個城市 他要找這個城市 要找一個馬車能夠搭載回去啊 那他到這個城市發現一件事 這個城市啊 非常的奇怪 非常奇怪 完全沒有生氣 病奄奄的 彷彿一座死城 那遇到了幾個人 匆匆忙忙跑過來 全部用布 煙的嘴巴 這劉仇就說 欸大爺大爺 你們這麼慌忙幹什麼啊 他說哎呀小夥子啊 你還敢到我們城裡面來啊 他說我們城裡面染了瘟疫啊 這進來的人都會生病都會死啊 你別進來吧 你趕快繞別的地方走 或者你走水路回去 你別來了 他說我想租不馬車回去 這沒有馬車啦 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你趕快繞旁邊 別說我沒跟你講 這個城裡患了瘟疫啊 這劉仇心一想 我都快死了 我的命剩下六天了 我都快死了 我還怕什麼瘟疫啊 他就繼續往城裡面走 沿路走過去 看到城裡面啊 近世 病 痛 傷 離別 非常的慘 心裡想 唉 人生都難逃一死 想到這裡 他也不會覺得自己 還剩下六天的生命而難過了 他就晃晃悠悠的 繼續往城裡面走 他迎面齁 突然間來了一位 年輕的小嫂 一個小嫂子 牽著三個孩子 牽著三個孩子 從他身邊走過 這時候 劉仇一看 唉呦 這個小嫂長得挺標誌 他這個臉怎麼比我還要臭啊 我是還剩下六天就要死的人了 我臉才有如稿木啊 灰色的 這臉怎麼比我還臭 所以他就忍不住了 就問一下 小嫂子小嫂子啊 什麼是這麼匆忙 我能幫你嗎 這個小嫂子就說 看看他 他說先生啊 你滿臉灰色 我看你也好運不到哪裡去 你也是沒運當頭 不過你再怎麼樣沒運 你也比我要來的幸運 他說小嫂子 我能幫你嗎 你怎麼回事 他說 不瞞你說我要往江那邊去 我要朝江那裡去 他說別去了 那裡沒船了 我剛才從江那邊過來 他說我沒有要搭船 這小嫂子說 我要帶著三個孩子去投江啊 我不活了 我要去自殺 這時候劉仇說 唉唉唉唉 小嫂小嫂什麼話好說 講清楚以後你再死也不遲嗎 這小嫂子講 我跟你講 他說這個先生啊 我告訴你 你有所不知 我的先生啊 我的先生是一個非常殘暴的人 那因為城裡面換了瘟疫 大家都沒東西吃 我家養了一頭枯瘦如柴的牛 我先生跟我說把他牽到城裡去賣了 要賣20個元寶 如果賣不到20個銀元寶 我回去非給他打死不可 他說那你是賣不到銀元寶還是怎麼樣 這劉仇心想 這不難嘛 我把我20個元寶給你 跟你買牛就好 可是你牛在哪裡 他說我的牛不是沒有賣到 我在城裡面有一位先生 就花了20枚銀元寶 跟我買了這頭牛 那我為了擔心這個元寶是假的 我就把元寶跟著這位先生說 我們帶到銀樓去做個檢查 做個鑑定 如果這20個銀元寶是真的 那我牛就賣你 如果是假的 我也不要被騙 所以他就牽著牛 跟這個先生到了這個銀樓 到這個銀樓 一去看 這一看 20個銀元寶 果然是真的 不是騙人的 這小嫂子要把牛交給他的時候 這先生突然講說 唉 你這牛這麼瘦啊 太瘦了 我不買了 又把銀子還給他 這個先生又走了 這個小嫂說 好吧 那我再牽到市集上去賣吧 總會有人要買 他剛剛牽的這個牛 走出這個銀樓的時候 唉 這位先生又折返回來了 他說唉 我決定了 還是跟你買這頭牛好了 就把這個20枚銀元寶 就給了這個小嫂 小嫂心想 這20個銀元寶 才剛剛鑑定過 沒問題嘛 所以不宜有他 就把銀元寶收起來了 然後這個牛就牽走了 他牽走他就提著銀元寶 準備要投訴客棧的時候 他就把銀元寶給客棧的掌櫃看一下 掌櫃啊 你幫我看一下這個銀元寶 我怕掉了 所以我先寄放點櫃檯 那我們也沒有錢住客棧 那你們的採訪就借我們睡一下就好了 這掌櫃說沒問題啊 他的銀元寶我要打開驗一下 不要到時候你給我的是假的 到時候明天你說我掉了包 這個小嫂說也可以 你打開看一看 這時候掌櫃打開一看 他說 小嫂子啊 你被騙了 這不是銀元寶啊 這個元寶是外面塗了銀漆 裡面是銅的 裡面是銅的 你被人家騙了 這銀元寶是假的 小嫂子怎麼會呢 我才剛剛去銀樓鑑定過啊 然後他才一轉身 他說你給人家騙了 這是假的 這個小嫂子心裡想 哎呀 還真的給騙了 這個客棧也不投訴了 拿著二十錠銅的銀元寶 就朝著這個姜水說 算了我們一死了之啊 如果先生知道我給人家騙了 我回去非給打死不可 與其被這個壞老公打死 我還不如帶著孩子就投姜算了 如果我一個人投姜 三個孩子也沒人養 不是病死也是餓死 乾脆一併投姜吧 所以 我就決定要去死了 他說先生我這樣講完了 你也不要攔著我了 在流仇心裡想 我是可以把這二十個銀元寶 直接給小嫂子 因為我也沒用啦 我剩六天就要死了 我要這二十錠銀元寶幹什麼 但是呢 如果我就這麼樣子 把這二十錠銀元寶 直接送給這個小嫂子 這小嫂子說不定人家有志氣啊 人窮志不窮 這個不時接來之時 如果我把這銀元寶送給他 說不定他是自尊心受傷了 所以這流仇啊 心生一技 他說小嫂小嫂 你這個銅元寶借我看一看 我帶你到掌櫃裡面去 說不定那個客棧的掌櫃啊 在騙你女人家 看你這個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女人家帶著三個小孩 想要騙你 我帶你去鑑定一下 如果我帶你去鑑定 這二十個銀元寶是假的 那你再去死也不辭 那如果這二十個銀元寶是真的 那你不白死了嗎 所以呢 這樣好了 我帶著你到掌櫃裡面去 看看那個掌櫃鑑定 我們當場問他是真是假 這時候小嫂子心想 也對啦 也對 有個男人帶我去也好 這個流仇啊 就帶著這個小嫂子 跟三個孩子都到客棧去 到了客棧時候呢 這流仇啊 就從他的包袱裡面 拿出他二十個真的銀元寶 給老闆看 老闆掌櫃啊 你看看 這二十個銀元寶是真是假 這個掌櫃拿起來 試試看重量 然後用牙齒咬了一下 他說這是真的沒錯 二十個是真的銀元寶 這時候流仇就把這二十個銀元寶 就交給這個小嫂子 小嫂子你看 還好沒去死啊 你如果跑去投江 去這個這個這個尋短了 你這三個孩子不是跟著你白死了嗎 你看銀元寶是真的沒錯吧 好不好 還好還好 這時候這個小嫂子高興的不得了 謝謝先生 謝謝先生 就拿著這個二十個銀元寶 高興的帶著孩子回家了 就回家了 那這時候呢 這個流仇心心想 哎呀 反正這個二十個銀元寶 也是飯桐兄弟給我的 也不是我的 總算死前做一件好事了 他也不宜有他 就心心想哎呀 金這麼一繳獲 金跟這個小嫂子這麼一繳獲 轉眼剩一天 他的壽命還剩一天 他的獸獻 楊獸只剩了一天了 他就走著走著 也沒地方住了 二十個銀元寶也送給小嫂子 沒地方住了 他手上就提著那個二十個銅的元寶 就這樣被銅元寶也不值錢啊 也不能用啊 他就扛了一個銅元寶 就到了一個城隍廟 到了城隍廟 也累了 他就心想哎呀 就剩今天這一晚了 睡醒來可能我就變成個孤魂野鬼了 我就陽獸已盡 算了 死也要死的開心 他就靠著這個城隍廟的牆壁 空洞 躺在那邊 躺在那邊 哎一下子 就睡著過去了 就睡著過去了 當他睡著以後啊 他發現不得了 他睡著了以後 這個整個城隍廟裡面 哇吵雜不堪啊 熱鬧的不得了 雞里呱啦雞里呱啦 很熱鬧 這個劉仇心一想 我管你是人是鬼啊 對不對 我的命都快絕了 等到這個 晚上12點一過啊 我跟你們一樣是鬼的 我為什麼好怕 我才不怕你們 繼續睡他的覺 沒理這一群鬼 但他耳朵都聽到呢 那個城隍廟裡面啊 是一群鬼差 正在跟城隍爺報告 報告今晚要去 要去收的命啊 要去收哪幾條魂 那講著講的 這個劉仇突然間聽到自己的名字 是一個白髮的鬼差 正在跟城隍爺報告 大老爺大老爺啊 我拿了這個索命牌啊 沉重的很啊 提不動了 快提不動了 這個啊 我要去提的這條 這條魂啊 叫劉仇 是個窮書生 我要去提他的命 可是這個索命牌啊 我領來之後啊 說也奇怪 從今天夜裡面 他就越來越沉重 越來越沉重 現在中的我都提不動 拿不起來了 他說報告大老爺 是不是這個索命有問題啊 大老爺要不要來看看 這個索命牌怎麼回事 說著幾個鬼啊 合力把這個很重的這個索命牌 抬到了這個桌子上 城隍爺大賞 一拍一看 呦 他說啊 這不得了啦 他說這個索命牌 的確有了問題 他說這個劉仇 這個劉仇 窮書生啊 這兩天 激了 不得了的大英德 他一下一口氣救了四條人命 救了四條人命 他說白髮鬼 你去把這家口口揪過來 我要問問他 到底怎麼回事 這時候白髮鬼 一鼻子就聞到 劉仇這小子 就睡在城門廟的門 就會睡在城隍爺的廟的門口 這白髮鬼忽悠一下 就到劉仇旁邊 那個手 一個肌肉就把他呆起來 就把他呆起來 呆起來 瞬間劉仇說 哎呀鬼大爺啊 鬼大爺我就快死了 你呆我幹什麼 他說少廢話 大老爺問話 一瞬間就把他拉到廟裡面來 當他剛離開不久 劉仇靠著那道牆 匡當一下倒下來 匡當一下就倒下來了 劉仇回頭看看這個白髮鬼 他說哎呀鬼大猜啊 鬼大爺啊 謝謝你救我 不然我就被打死了 不然我就被打死被壓扁了 這個鬼大猜說不用謝我 跟我進去 大老爺問話 這時候 劉仇就跟著進了這個城隍廟 進了這個城隍廟 這個城隍廟 大老爺就問他說 劉仇 你知不知道 你的陽獸將近 劉仇說回大老爺 我知道啊 就今天晚上過後 我就變成鬼了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要那麼擔心 我就在門口睡覺 誰知這個白髮鬼 把我給逮進來了 這個城隍廟說 你今天幹了什麼好事啊 說來聽聽 說不定我可以網開一面 劉仇說我沒有幹什麼好事啊 他說我就剩這麼幾天生命 我還能幹什麼事 他說你有沒有救過人 他心裡想一想 我沒有救過人啊 我手無腹肌之力 既不會武功 我又不是醫生 廟那個外面城裡面 這麼多人死於瘟疫 我又不是大夫 我怎麼會救人 他說報告大老爺 說來慚愧 我除了讀書之外 我沒救過人 這個城隍廟說 那那個小嫂子 帶著三個小孩的命 不是你救的嗎 他說我沒有救他 他們本來就要冤死的啊 他們的這個銀子啊 被人家給騙了 他們的銀子被人家給騙了 那我心裡想 我快死之人 我留這二十個銀元寶幹什麼 所以我全部送給他了 我就做這麼一點事 他說這個是什麼大功德 這個城隍又說 他說你做的不但是件功德 你還顧及了這小嫂子的面子 你還用了一種一點方法 把這個 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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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二十定的這個銀元寶 讓他不傷他自尊心的方式 送給了他 他說這是 末大的應得 他說好 我給你 楊壽九十歲 你可以活到九十歲 那這個 劉仇就說 他說大老爺大老爺 這元寶不是我的 這元寶是那個飯桐給我 那個兄弟飯桐給我的 所以你要給我九十歲 你要分他十歲 或是分他二十歲 他說不是 那錢不是我的 錢是我的兄弟流桐的 所以你要獎勵 要聯絡我兄弟一起獎勵 這個城隍爺聽完之後 哈哈哈哈哈哈大笑 他說 這個傻書聲 這個傻書聲 人都快死了 還幫兄弟講話 他說好 我不但讓你的陽壽 延到九十歲 還有告訴你 你今年會考上狀元 趕快回去考試 趕快回去考試 這時候劉仇心想 哪這麼好的事啊 哪這麼好的事 他等到他醒過來的時候 發現 他睡在廟裡面 他一出門 看到他本來靠的那道牆 真的倒塌了 那道牆真的倒塌了 然後倒塌的這個 這個位置 倒塌那個位置 欸 壓死了一個人 不是他 也果然壓死了一個人 他心裡想要就 就朝他做了個一 把他上了住香 說哎呀這個 不好意思 本來是我睡在這裡 誰知道我走了 壓死了你 他就 就離開了 他就走了 就回到這個 就坐船 渡過了江 回到那間鐵口直段的廟 然後碰到這個鐵口直段的這個先生 他說先生我又回來了 這個鐵口直段的半 算命仙啊 大吃一驚啊 大吃一驚啊 大吃一驚 他說呦 你怎麼沒死啊 他說你怎麼沒死啊 他說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回來了 他就看看他 他說算命仙你放心 我不是回來拆你的台的 我是回來看看我的兄弟 他們靜靜趕考了 沒有 這個算命仙說 他們兩天前就離開了 就靜靜趕考去 他說現在還有 一天的時間 你還來得及趕到京城裡面去 這個 劉仇說 我就算是飛矛頭 我也過不去啊 這個半命仙說 你 改變了命運 你也沒有回來拆我的台 你是個善良的人 來我這邊有一匹快馬 你騎著馬去吧 你騎著馬到京城去 你臉上的仇雲慘目 全部消失了 你到底幹過什麼好事 什麼散事 我不知道 我只能跟你講 他說蘇生啊 你的仇雲慘目全部沒有了 印堂也不黑了 你現在看起來是容光煥發 你趕快騎走這匹快馬 到京城裡 你會求得公民 等到求得公民的時候 記得一件事 把馬還我就好 這流程 謝過這個算命先 騎著馬就到京城去了 就到京城去了 就到京城去了 趕到京城去的時候 剛好 這個飯桶已經準備 進入市場要考試 看到流仇來 他說兄弟你沒死啊 你沒死 他說沒死沒死 我趕上來考 我趕進京趕上考試了 我們一起考試吧 進了京城考試 進了京城考試 然後這個考試的時候 他旁邊的那一 旁邊的空位缺考 那個人沒來 反正進京趕考 有很多蘇生 可能在路上可能就病死了 或怎麼樣 克死異鄉很多 有人缺考 他也不以為意 等到考完以後 考完以後 這個 這個 準備放榜 他們就在那邊 京城等待放榜 榜單出來 他們就 榜單一出來 呦 劉成 沒有考上狀元 劉成 沒有考上狀元 考上的是榜野 第二名 他沒有考上狀元 是榜野 然後這個 其他的幾個 這些 那些酒肉朋友 看到他說 哎呀劉成你沒死啊 你沒死還考上了榜野 真是 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走走走 我們回去那個破廟 去拆那個算命仙的台 那個算命仙江湖樹 這個故事胡說八道 什麼都 都沒有做 胡說八道 你考上榜野 也不錯 然後這個 劉成心想 哎呀不是說我會上狀元 無所謂 能夠上榜野 我也夠努力的 這個老天 承襲我沒給我死 我就很感恩了 所以他們幾個就 回到了那樣破廟 碰到這個算命仙 這個算命仙就跟他講說 哎 你 考中狀元了沒有 劉成說 沒有耶 這個回先生的話 我沒有考上狀元 我考上了榜野 不過也不錯了 但這個算命仙掐指一算 他不對啊 你應該是狀元啊 你應該是狀元啊 你怎麼會是只有 只有榜野 不對不對 他說我怎麼算你都是狀元 劉成說 唉 算命仙沒關係啦 那其他的這些 豬朋狗友就說 哎呀我猜你的台 你這個 這個 這個騙人的 虎人的 說他死他又沒死 說他這個 考上狀元 他考上榜野 你根本就胡說八道 我們要猜你的台 正在吵鬧的時候 吵鬧的時候啊 唉 金城來了一匹快馬 帶著皇上的這個聖旨來了 他說這個聖旨公布 這個 劉仇 中 今年的 狀元狼 接直 唉 這流仇莫名其妙 我不是中的是這個榜野嗎 怎麼變狀元了 怎麼變狀元了 他就問說 大老爺啊我中的是 是榜眼啊 什麼時候變狀元了 他說 原來考中狀元的那位 書生 回家的路上 回家的路上 因為色域包天 調戲了良家婦女 被皇上撤了他的狀元 狀元的這個功名 所以你由榜眼 地補上來 你變狀元 你變狀元 這流仇莫想 唉唷還真靈呢 還真靈呢 那就帶著這個 就是靈職 然後這個 他說皇上 過兩天要召見你 裡面有一個銀兩 就買一套像樣的衣服 準備見皇上 這流仇就買了一套素衣 一個比較樸素的衣服 就進了這個金裡面 去見皇上 皇上問到他說 唉 這個 考生 流仇 中了狀元 你有什麼 願望 還是想要當什麼官 由陣來撤封 這時候 這個流仇就講說 我啊 我沒有想當什麼官 然後回報 禀告皇上 在路上 我看到一個 一個城鄉 瘟疫很嚴重 死傷無數 我看到就很傷心很難過 所以呢 我希望 能夠到這個鄉層去服務 開艙 震 震災 開艙震災 能夠讓這個 鄉裡面的人都能夠獲得 好的 照顧跟協助 讓人都能吃飽 其他的功名利路 我覺得 我已經很幸運了 能考上狀元 這時候 皇帝 聽到以後 高興的不得了 這次心想 怎麼會有 這麼笨的狀元 那個最窮 從病最重的那個 那個 那個縣 那個城 你要去 這個皇上就說 好 我就派任你接五品憲令 本來一般的狀元都是六品 加他一品變五品 准你開艙震災 然後 他說你還有什麼要求 他說我希望一個人幫忙 他說你要誰幫忙 他說我的兄弟梵桐 他幫了我很多 希望這個皇帝 將他撤封當我的這個 這個副官或者師爺 跟著我一起走 到這個城裡面去服務 這個皇上心想 准啦 就這樣准了 這個時候一路上 他們就回到這個縣城 這時候這個 這個流仇啊 把整個倉庫打開 裡面米糧全部出來 救濟災民 找了大夫 能夠幫這些瘟疫能夠治好 然後把這些已經死亡的鄉民 做了良好的安葬 然後突然間看到了這個鄉裡面 有一個女子 甚為眼熟 一看就是他救的那個小嫂 這個小嫂抬頭一看 哇這不是恩人嗎 這不恩人嗎 他說 先生啊要不是你當天我就頭 我就頭和死了 頭江死了 這個謝謝你救我們一家的命 這流仇說 這是小事不足掛齒 流仇也沒有跟他說 這銀子是我的 都沒有跟他講 然後這時候這個飯桐 就拿著流仇包包的銀子 拿出來一釘 他說 哎兄弟啊 他說狀元郎 這銀子是假的耶 這是假銀子耶 這裡面是除漆的銀子 這流仇跟他說 嘘 不要說不要說 小嫂不知道 這時候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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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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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飯桐哎呦 突然間變得很機靈 他趕快把銀子放回這個包袱裡面去 就 回到這個鄉城 然後這個流仇呢 就把鄉 鄉裡面的事物治理得非常好 那至於這個飯桐呢 他也沒什麼才能 他就跟流仇講說 流仇啊 我看到這個廟 這個城裡面 所有的鄉民 沒有什麼主要的信仰 我蓋幾間廟 讓這個鄉民 這些村民能夠去寄奉 有個心靈的寄託 所以這個流這個這個 飯桐就蓋了好幾間廟 然後呢 每一個廟的十獅子前面 就擺的這麼一定 童元寶 每個這個十獅子前面 就擺的一定童元寶 那據當地 居民的傳說 就是那個童元寶 擺在那邊的時候 本來是銀色的 外面塗的銀色的漆 那因為 每逢這個信徒去 求財問譜 求完之後就會摸摸那個童元寶 最後那個童元寶 漆都被摸掉了 整個變成非常光亮 銅的顏色 變得很亮的一個童元寶 據說摸過他之後 消災解惡 求財發財 那個童元寶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這個 到處的廟裡面 會有很多童元寶 童元寶 大家進過年啊 春節啊 或求財的時候摸一下 就是當時這個販童那個時候流傳下來的 聽說很靈驗 所以這個童元寶 你握在手裡 戴在身上 給你保證 解災除惡 會改變你的命運 所以我這個故事講完之後呢 這個故事講完之後啊 這個 這個 胖哈跟獸痕 心裡想 報告銀掌 這真的假的 我說故事啊 要信不信有你 然後這個 獸痕就 拿著 拿著這個 童元寶說 報告銀掌 這個可以給我嗎 我說你就握緊 當你想不開的時候 你想要去尋短的時候 把童元寶拿出來 想一想 流仇的遭遇 流仇是一個即將要死的書生 因為他一念之間 他多行善 而且他行善 還不放在心上 所以改變了他的命運 所以我告訴你 一命 二運 三風水 四機應得五毒書 好好的 珍惜你的生命 拿著童元寶 每當你想不開的時候 不要管農民力 管他大凶大吉 想不開的時候 童元寶拿出來 摸一摸 你的心情就會好一點 想想流程 你就知道了 這世界上 還有比他更慘的事嗎 很靈驗 你不妨試試看 如果你覺得你 拿了以後沒用 那我說句實話 雪光之災要來 也 也擋不掉 誒說也奇怪 這個 受亨 拿著這個 拿著這個 童元寶之後 很高興的離開了 很高興離開了 從他 講完故事 聽完故事之後 握著這個童元寶 一直在他退伍 他也沒流血啊 他也沒受傷啊 他也沒受傷 也沒流血 退伍前 胖哈 他受亨兩個人 一起來找我 兩個同一天同梯的嘛 一起退伍 一起來退伍 他也跟我講說 報告銀長 我們明天就要退伍了 今天來跟你領退伍令 但是我有一個要求 請銀長能成全我 我說什麼要求啊 他說 這一枚童元寶 可不可以送給我 讓我帶走 讓我帶走 因為如果沒有他 我可能撐不到今天 我就跟他講 我說當然可以啊 送給你 送給你 你在人生遇到低潮的時候 拿出來摸一摸 你的人生就會不一樣 他就把那枚童元寶帶回去了 就帶回去 兩個人很高興的走了 然後 我就跟他講 我說 胖哈受亨 你們兩個這個亨哈二將 兩個人寶貝 一起來一起退伍 離開銀上的時候 銀長送你幾個字 我說 一粒米都不能糟蹋 這叫做喜福 這叫喜福 運氣好的時候 通常的人會很驕傲 運氣來了嘛 很驕傲 得勢者很驕傲 那這個時候 你的第二個福氣 就不會來了 因為你太驕傲 你太囂張了 所以你的福氣就走了 但是呢 當災禍來的時候 很少人會自我反省 都很倒楣 我的命不好 我的運不好 所以當災禍來的時候 很少有人會自我反省 所以很快 第二個災禍又跟著來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們兩個聽好 八字是隨著人走的 人 不要隨著八字走 你跟著八字走 你就變成八字的奴隸 人生是你自己創造的 所以我就說 我說這個獸哈 你的農民力 把它戒掉 除非你真的要 決定大的日子 不要每天看農民力 你的命運掌握在你的手上 不要掌握在農民力的手上 你只要好好做人 努力奮鬥 努力奮發 你一定會過得很好 這個時候這個獸哈 突然間冒出一句人話 他說 銀長謝謝你是我的恩人 當然 我也不會忘記 我的哥們胖哈 是他幫了我 是他幫了我 哪天啊 我躺在城牆 我躺在廟牆旁邊 如果看到了城皇爺 我一定會 我說欸 別說別說 事情過去就別說 我就說你要講的就放在心裡 你們兩個不會那麼衰 你也看不到城皇爺 你也碰不到什麼怪物的 平平安安 退伍 回去好好努力 在社會上做個有用的人 放在心裡 說出來就不準 哈哈 後來這兩個寶貝兵 這兩個寶貝兵 一個胖哈一個受痕 就都退伍了 都退伍了 這是大概民國90年左右 我在擔任營長的時候 發生了真實的福島 福島的案例 那其實 我以前福島阿兵哥 我以前福島阿兵哥 我很少講大道理 因為你跟阿兵哥講大道理 阿兵哥聽著聽著就睡著了 或者心想又要說覺 所以我以前福島阿兵哥 或是遇到阿兵哥想不開 我都是用說故事的方式 我都是用說故事的方式 那用說故事的方式來幫忙阿兵哥 通常都會得到不錯的效果 這是今天的故事 大家如果覺得好聽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 我們下週還會推出好聽的故事 那我們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拜拜